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重要的蛀麻染汁公寮 同時也會體驗各種部落的文化 讓我們在工作中學習 在學習中感受 而來到芝雅干的第一站 我們先是用三支煙與酒 喝足領大燒戶後 就開始走毒部落 我們剛剛每個人都領了這個茄子袋 除了很貼心有一把雨傘之外 因為天氣感覺快下雨了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就是刀彈的耳機 就是工作人員會在前面帶我們走毒部落 然後認識芝雅干的一些小知識啊 然後小秘密 在芝雅干部落這個地方一共有三個教盤 分別是基督天主跟真耶穌 然後果子身後這個清晰教會 可以看到他入口處有一個非常可愛的 炮製小藝術品 然後他的手是這樣 意思就是叫人家 進入這個門之後就不要再抽煙了 現在來到部落裡面 裡面的這個炸貨店 他裡面的東西真的都非常古色古香 有點像果子阿媽家那種 會賣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 夾娃娃機 這真的夾得到嗎 很酷耶 因為說這個炸貨店 就是除了賣東西之外 還可以 代收包多 就是如果 剛好你貨運來了 但是你都在家 就可以先寄來這個炸貨店 然後你再跟他們打 真的是非常有人情味 阿改這個詞啊 在部落裡面其實非常的好用 因為就有點像是雨柱子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說 阿改今天天氣好冷 然後阿改你好漂亮或好帥之類的 好酷喔 好酷喔 現在有人負責上山去聚堂子下來 然後有人把它奔斷 然後甚至有人在砍柴 然後有人把這個火堆把它堆起來 然後把它獲勝起來 大家分工合作 準備我們今天的晚餐 辛苦了一個下午我們的晚餐 終於又招落了 很豐盛耶 除了有剛剛的竹筒飯之外 然後還有山豬肉阿山豬 跟我們剛剛自己生活煮的素素湯 天氣冷了 先喝一下 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 自己晚餐自己做的關係 真的感覺喝起來特別的溫暖 然後特別的好喝 我覺得我們這個山豬肉烤得超好的 它上面那種肥肉阿 就是我們把它烤得有點焦焦的 就是讓它不會很膩 然後又帶有一點那種 炭香炭香的味道 所以很不亂很道地的感覺 超喜歡的 那個晚上我們在晚餐後練習了很可愛的牛哥 儘管歌詞的意思有些逗趣 但那旋律卻從那天開始 就不斷地在腦中喊旋 第一天的結尾結束在了萬榮鄉內的民宿 沒有華麗的設施 卻有著溫馨的室友們一起演歡 直到進入夢鄉 晚安 直雅乾 起了一個大早 又回到園區這邊來享用早餐 然後這餐點應該是部落裡面的傳統早餐點 就是有炒麵啊然後奶茶等等 然後今天一定要吃飽 因為整天的工作量應該蠻大的 另外我們今天還穿了 就是整個團隊的活動衣服 愛改完生活 吃完早餐之後呢我們所有人分成了三組 要一起來搭建我們身後這個 鑄馬燃子的公寮 然後有人上山去採竹子 就是要搭建公寮的屋頂 然後有人要搬一整個卡車的石頭 然後要做成就是梯子往上 就是可以到這個公寮上面 然後果子都配到感覺相對輕鬆的刷機 就是要把整個公寮的木頭刷上護膜器 直雅乾地區特別的潮濕 因此躲上一層漆 可以讓公寮使用的時間更長更久 刷器並不難 但一筆筆似乎都是對傳統文化的保護 與重視 也是在過程中建立與夥伴們的感情 下一趟我們各組交換角色 我們來到山上採石頭 然後要完成那個鑄馬公寮的階梯 一共需要四趟這個卡車的石頭才足夠 所以還有三趟 一顆顆躺握於大地之中的石頭 承載著自然的痕跡 而我們用雙手互相傳遞著力量 將汗水與堅持 凝聚成岩石般堅固的城塞 一步步築起通往公寮的石階 剛剛一整顆的石頭被暈下來 然後我們把它卸在這個公寮旁邊 等一下就準備把它搭成接替 其實堆砌石階 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要找到大小剛好的石頭 還要安放在最適合的位置 或許就像這趟工作假期一樣吧 雖然一點也不簡單 卻能在部落中一點一點的 找回自己在不同角色裡的定位 午餐時間終於到了 經過了一個早上的忙碌 感覺現在看到什麼東西都覺得好美味 好像趕快吃了 然後今天的午餐又比較特別的 是這個部落裡面的香蕉飯 算是傳統的料理 然後它是用香蕉啊跟糯米飯 裹在一起去蒸的 那另外也還有這個 這感覺就是名稱比較特別 它叫做阿美里菜 應該像是我們的生菜沙拉那種感覺 然後裡面有放小米啊 異豆 然後一些橘子 番茄等等的 然後做成沙拉的樣子 然後另外也有昨天的素食 這很好吃欸 我們現在在拼裝這個公寮的屋頂 然後這個公寮的屋頂啊 竹子是要粗細粗細的交錯 然後現在已經排列整齊了 然後就用木棍把它固定住 然後現在要把釘子釘進去 下午的時間過得很快 拼了幾片竹子屋頂 各組間互相支援彼此的任務 不知不覺中 夜幕就這樣降臨 活動第三天的晚上呢 會分組有表演 所以我們剛剛吃完飯後 我們就開始分組討論一下 就是演出應該要怎麼樣呈現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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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開始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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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來到了第三天的早上 今天的天氣特別好 山口之間都可以看到藍天白雨 每天在部落裡面就是早上起來 就是可以在大自然的海溝站中吃著倒餐 這樣的生活日常真的是 入食生活中很難人可貴的風景 然後今天一天的行程大概是 早上會繼續完成 昨天沒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那中午過後等豬馬燃汁工療 完成了 那我們就也會實際的去體驗這項工藝 那晚上還有營火網會 真的超期待的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充實的一天 一早開始一定要先吃吧 現在換我們這組要上山去採竹子 然後在上山之前 我們先做了一個簡單的入山儀式 就是這邊點了三支煙 分別祭拜的是爸爸那邊的祖靈 媽媽那邊的祖靈 還有原住民泛靈信仰裡面 就是原本居住在這個地方的各種靈 希望用過去很珍貴的香煙 來跟他們交換入山的平安 有些原住民喜歡用他們周邊的特色或是特產 來幫事物做命名 像是後面有一座山 因為山上很多黃瓜 所以就被命名做山黃瓜 它不是一種蔬菜的名字喔 而是一座山的名字 真的超可愛 部落也是 像枝牙甘這個地方 其實因為長得很像水缸 那水缸在族語裡面 念作鴨缸 然後隨著語言傳播 就有一點聽成家港 那在逐漸轉移成我們現在常聽到的 枝牙甘部落這樣 這個呢 就是包檳榔用的老葉 因為它是胡椒客的關係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種 辛香的那個味道 不過一般比較不會直接拿它 跟其他食材一起炒 因為它的味道相對太重了 所以會蓋掉其他食材的香氣這樣 試試看 感覺直接吃起來 就是入口是有一點 那種薄荷的味道 然後尾韻就會有那個胡椒香氣衝出來 直接吃 不太好吃 大家可以看到果子身後樹中間的這個空隙 看出去呢 有一條河流 當地人呢 會稱它叫做清蒼溪 因為它後面有一座山叫做清蒼山 所以就沿用這個命名 不過如果是外地人的話 可能會叫它是受風溪 因為過了河流之後 就是受風巷 因此呢 你可以看一個人是怎麼稱呼這條河流 來判斷它到底是本地人 本族人 還是外地人 據說在史前時期啊 台灣的首都 並不是台北 不是台南 而是花蓮 因為花蓮這個地方出產很多玉石 然後又緊鄰太平洋 很適合貿易 然後呢 在考古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 在當地很多那個玉石的邊角料 就推測在這邊應該 過去有一些玉石的加工廠這樣 不過目前都還在研究當中 終於到了竹林 不過我們現在要走上去 好像完全沒有看到路 但是就是要爬這個橫斗的坡 手腳並用上去砍竹子下來 部落裡的生活 深深扎根於竹子之中 竹筒飯是他們日常飲食中的常客 而竹子更是建造房屋的基石 竹子對於太魯閣族人而言 代表著對土地的依賴與尊敬 也象徵著他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 現在把拿好的竹子上側綁好 準備再回原區去 這種資源與文化的連結 不僅展現在他們的飲食與建築之上 更深刻的體現了他們 與大自然息息相關的生活方式 與價值觀 一切呢都差不多快大功告成了 最後一步呢就是大家分工合作 把我們編織好的屋頂 把它放到這個柱馬公寮的上面去 他們說鋪上這個木板最大的用意 第一個是美觀 第二個是比較不會讓陽光直接 曝曬到這個鐵皮上面 就是可以比較涼爽 太魯閣族遠遠流長 文化的傳承在編織藝術中鮮活地展現 傳統編織不僅僅是一種記憶 更是部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在園區裡面呢 要找這種比較軟的葉子或是一些花朵 然後等一下用錘子 把這些植物錘打在那個 棉布上面做一個塌陰 織布上的每一條線 都代表著族人的連結與情感交融 圖案中的細節記錄著他們的歷史 映照出山川河流與祖先的智慧 每一件織品中 彷彿都在訴說著一段段優遠的故事 彰顯著族人對文化的深厚情感 與傳承的堅持 第三天的午後 我們搭建好了柱馬染汁的公寮 也將開始更進一步的認識這項記憶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要做植物染 然後今天主要會用到兩個材料 一個是鼠狼 一個是九瓊 然後我們現在在園區裡面 就是要來採九瓊 超大隻的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九瓊拿到供料裡面去做加工 就是要把他的葉子跟他的樹枝做分開 下一個染色的材料呢 是這個蘇狼 那蘇狼在一開始處理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把他的皮削掉 削掉之後再把它切成絲 切絲完之後放到處 結果裡面去倒 倒一倒之後就可以拿著水加進去 然後跟布料一起拿去煮 就可以染出橘紅色的顏色 在進行完駐馬燃製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是部落RPG 然後我們主備分配到相對比較簡單的任務 就是要到部落裡面的雜貨店去採買指定的東西 在這邊 開始 在吃飯之前呢 我們剛剛還排練了 晚上等一下要表演的畫局 所以呢 果子現在臉上有畫那個 很可愛的獵人的紋面這樣 那今天呢 應該就是我們四天三夜最後的晚餐了 很喜歡每餐 就是用餐之前 就是都會有工作人員幫我們說菜 讓我們更了解每道菜背後所言喊的故事 跟他的遺言 像今天就是有聽到兩個蠻酷的 其中一個是 勇氣拼盤 那他裡面就是有 豬肝 豬血跟豬腸 那這個的由來呢 就是之前獵人啊 在上山打獵之後 獵到獵物 然後要主來吃之前 就是會先把他裡面的內臟掏空 然後跟米飯煮成一碗 就是血肉模糊湯 血肉模糊粥這樣子 那就是把這裡面的一些食材 把它做成一個勇氣拼盤 希望在他吃完之後 都會有勇氣 那當然你要有勇氣去吃它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小米橘子沙拉 那這是源自於一個部落的傳說 之前部落的主人要去設日之前 就是沿路他們都會撒下 小米跟橘子的種子 這樣子設日回來之後 就可以沿著這個小米田 跟橘子樹 找到回家的路 真的很酷耶 就是感覺每道菜都更有勇氣了 熱的 好辣 熱情 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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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棒 不用擔心 不要氣 點燃陰火 讓問賴聚集的夜 也染上我的熱情 奮力的演出 笑容與掌聲 那個晚上燦爛的火光 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難以忘懷的美好 小孩的阿諾阿 Woo 很棒 好棒 很棒 很棒 第四天的早上,天氣又再更好了 陽光真的超級大的 然後現在在我們這幾天搭建的這個柱麻宮寮前面 曝曬著我們昨天的作品,就是我們的染布 那大家看到左手邊,橘色的就是用鼠狼染的 然後右手邊這個呢,就是黑色的 就是用酒窮染出來的 其實成品還蠻好看的 就是原本在敲打的時候覺得,怎麼那麼醜 但染出來之後有一種特別的質感 最後一天呢,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到清水淇淋野餐 最後分成三組來工作 第一組呢,就是負責剪切食材 那我們就是負責清洗跟把它串起來 那也有一組呢,是去蒐集香蕉葉 來當成天然的盤子 我們現在正在穿過樹林,準備前往清水溪 這一路上還蠻陡陡的,上上下下 然後有點濕滑 蠻難走 不過就是陽光灑進來,穿過那個枝葉間 有那種斑駁的感覺很漂亮 很療癒 穿越了層層的叢林,我們終於來到了清水溪 清水溪呢,分為四關 從最上游的第四關 到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第二關 還有剛剛我們上來在西林大古島旁邊 那裡則是第一關 第二關呢,是當地的族人 最常在工作過後 可能會來這邊玩水啊,休息或是烤肉 或是有朋友來訪也都會帶他們來 真的是很漂亮耶 就是,溪水剛好在這個地方呈現一個湖形 然後就是潺潺的水深 然後搭配非常清澈的水流 真的是感覺在這邊帶一整個上午都沒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果子身後的這個洞 它其實呢,最早是從日式時期 日本人請當地的族人幫忙開挖的 那主要的用意呢 是因為這個地方的水流非常豐沛 那就可以把這裡的水引到下午的鳳林去 因為在那個地方有一個日本人的林田移民村 那就可以灌蓋當地的水圈 蘇南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天三夜的旅行就这样的走入了尾声 说长不长说短却好像足够让果子对这整个部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人文生态历史到族语都有一点认识 尽管我们所知道的所体验到的可能都是在整个脉络当中的一小部分 不过真的已经是足够的难忘 参与的人也是从第一天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到最后一天大家在河边烤肉大家打成一片闹成一片 真的觉得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气氛非常好也非常难对 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人问果子这趟旅程怎么样 那我一定会非常有自信的跟他说 我不只是在部落旅行过我还在部落生活过 而且超酷 好啦那这趟行程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果子我们世界的下个角度见 拜拜 如果说旅行的终点最终都是回家 那我想我在这里找到了另外一个家 知雅干 我们下次见